主料,猪肉400克,韭菜100克,鸡蛋1个,饺子皮500克,辅量,盐,鸡精,麻油,料酒,油,冬菇,玉米淀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餐人数1-2人,韭菜洗干净些碎,冬菇热水煮发后,泡一下冷水去掉布点借力备用,猪肉加入适量的韭菜,冬花, 鸡蛋1个,适量的盐,鸡精,料酒,麻油,油,玉米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腌半个小时,接下来很严肃的包饺子,饺子皮一皮适量的肉屑接着包,适量的水烧开,加入少量的油和盐搅拌好,将饺子煮至扶起,取一碗,撒葱花,适量的油,麻油,倒上上汤,放饺子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订阅本频道